早上好 我是嘉顺 欢迎收看6月28号的百歌城报 今天新报头版下了一个很重的标题 与双关表达了现有的法令 无法有效的管制非法垃圾场 事件的地点就发生在了五级茶的非法垃圾场 面积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 昨天被推示官开出最重的罚款 也不过只有1000令吉 马来报的头版新闻包括了每日新闻和前锋报 都给了首相东马哈迪表示 政府将会建定一个地点 落实小原主合并计划概念 作为一个协助乡村农民脱离贫困的模范 新海峡时报头版报道了 即将成为吉兰丹化妄生的新地标 那就是拉沙里青春寺 以坐落在卖家世界最大的青春寺为设计栏本 目前已经完工了70% 将会在今年竣工 另外新州日报头版新闻 说的是大马反贪会将会公布第二批 追讨挪用YDP资金的名单 并预告将会在两周内公布 还会比之前的名单来得长 接着来看其他的国内新闻 国会下议院下周一复会 掌管法律及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 日前告诉新州日报说 他将会在国会复会的首日提成一项动议 强制规定所有朝野国会议员申报财产 而首相东马哈迪昨天出席活动 受访时就证实此事 并强调这主要是为了确保股会议员 不会滥用他们的权位来累积财富 因为反对党也有能力影响决策 而较早前UCI3民意调查研究中心的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有高达54.5%的受访者都同意 大马反贪会修改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 或制定有关申报资产的新法令 换个焦点 财政部上周证实将会透过发行债券的方式 以总值62亿令吉向金物大收购旗下 四条大道的特许经营选 财政部长林冠英说 一旦成功收购 可以为政府节省至少53亿令吉的赔偿金 至于大道使用者 每年可以省下高达1亿8千万令吉的过路费 因此林冠英认为 这对所有相关单位来说 都是一个极大欢喜的解决方案 那么金物大接受与否 根据马新社的报道 金物大已经表明接受 并且向大马股票交易所报备 同意出售有关四条大道的所有果权 一旦完成相关程序将会做出宣布 尽管政府在此进化上是势在必行 不过首相办公室媒体及通讯顾问卡迪野心 就促请政府在此决定上三思 因为对他而言 大道会在10年的特许经营权借满之后 归还给政府 而赔偿给金物大会比直接购买四条大道来得更便宜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